我是一名法政组的队长 这个队长是不用跑 不用拿枪 不用追捷的 就是说事情发生了 这个队长要去那边看 到底发生什么事 真的真的真的 不同就是说 以前我所扮演的那些角色 就是比较戏剧化 好像你在追捷的时候 很勇啊 追啊 跑啊 跳啊 什么什么都不会受伤的那种 不过 real life police不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 procedure 好像你们不可以随随便便 原来就是把枪拔起来这样跑哦 我是听说了就是要往下 因为你火上面的话 可能会发现或怎样 会打到你的 跑啊 跑的时候 啊 蹦一声 就是直接倒地了 所以必须要按照他们的所谓的规矩 这个角色当然需要看他们会给我们怎样的一个角色去发挥 当然也要按照他们的那些所谓的刚才老师说的他们的步骤去 尤其是你看我刷上的制服呢 我整个人都很不自在的这样子 因为好像你有任务在身 你不能够随随便便就这样 啊 要怎样就怎样的 一个形象在 我之前有看了很多那些香港的警察故事 不知道他们的奥奥奥奥奥 因为在他们的环境之下 他们穿的真的是比我们帅多了 因为他们都大衣啊 那种啊 帅气啊 因为那边的气候适合 我们这边呢 根本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